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西部时间的晚上七点零八分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ESG5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那么看看今天的盘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像我昨天在公众号研报里面写出来的一样 就是说这些个K线 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窄的一个 就是一个范围 就是它的正幅 正幅很小 那么正幅很小的话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K线 它击穿了前面两根K线形成的一个支撑 那么它击穿支撑之后呢 我们就也就是今天了 计算这个支撑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 就是预期会有一些更低的一些价格会出现 那么更低的价格在哪里呢 根据这个对称的话 我们目前来说1970 1969到1970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首先需要把它给清理掉 那么然后呢 就是1963.5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有一个1953.25 作为最后一个多头门的防线 那么这边我们看一看30分钟的图 30分钟图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卖出的信号 然后一直到从这个地方开始 一直到现在 所有的均线都依然是在一个空头的排列上 也就是说最大的均线就是49 就是这条蓝色 然后大于34 这条红色 然后大于21 黄色 然后大于8 那么这样子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成叠 高在上 那么低在下 的话 那我们就称它为一个空头排列 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 现在就是说标普 仍然没有给出我们一个 仍然没有在支撑的区间上面 给我们一个买入的信号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做多的话 就现在首先要先按兵不动 仔细观察它后市的一些动作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仪式的这个bear flag 是这样子 那如果这个bear flag能够走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至少的话 我们看这里是1993 然后这里是1976 那么大概就是 这个17点 17点的这个范围 那么如果击穿 这个骑行 如果它击穿的话 掉17点 从1980掉17点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带我们去这个1963左右的样子 也就是说这一个支撑位置 这里 这个支撑的位置 好吧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盘中的这个点评里面 我们讲到IBB 那么现在看来的话 IBB的话 这上面也有一个仪式的这样一个骑行 那么如果这个骑行按照预期走出来的话 那么我预计 IBB可能会到230 220或230这个区间 然后在这里的话 我们看到三十分钟图上三十分钟图 然后这里有个卖出的信号 所以的话 但是目前 IBB的这个均线 这个均线排列 这个 这个排列 依然没有非常清晰的给出一个空头的排列 所以的话 我们现在还是需要观望 那么 像我刚刚说的 我刚刚希望看到四十九 大于三十四 大于二十一 然后大于八 OK 这是一个空头排列 然后今天的话 我们做空了Facebook 然后这个的话 我们在观众号的这个文章上面也提到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这一条趋势线 这一条趋势线提供了一个支撑 那那这颗K线 也就是昨天击穿了这个支撑之后 然后他今天尝试冲高回去碰这个均线 那我们可以看这里 但是受制于四十九 那所以的话他就再次往下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后面这一个迈空的信号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清一清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的看到 他的均线排列 目前的话就是 就是四十九 大于三十四 大于二十一 大于八 对不对 四十九 三十四 二十一 八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这就是今天的一笔 做空Facebook的交易 那么如果明天任何理由 任何理由 纳指高开的话 我会第一时间把这个头寸给清理掉 因为这个头寸只剩下三天的时间 算上明天 因为是本周五到期的这个期权 所以我要把它清掉 那么今天 我们把星期五买的一些做空的仓位 也给清掉了 那么其中我们的这个 这个SPX 那么我们入场的话是2.9 那么今天我们4.9把它给清掉了 然后我们的QQQ 入场的时候是1.5 今天的话两块钱 我们把它给清掉了 那么这两个交易都是大后全胜 OK 明天的话 我们就指望着今天盘委 加上的两笔交易 就是这笔Facebook 还有一笔Amazon 这两笔做空的交易 因为这两个公司都有着非常相似的图形 所以的话做空一个 那么也就继续再做空另外一个 那好 那就这样子吧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欢迎到我们的网站 www.pptfinance.com 去可以注册我们的这个免费 14天的试用 在这个14天的试用 14天的试用里面 你们这样可以获得完整的服务 就是说每星期二三四 我会在西部时间的9点到10点上午 开放我们的这个实时交易室 然后我们交流一下这个盘面的走势 还有寻找一些交易的机会 那么你还将获得就是日内交易的推送 像我这些交易都是日内推送出去的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获得这个收费版的这个言报 视频言报的适用 那么好了 那我先到这里吧 不想再用大家太多时间 那么我们明依时间再见 谢谢 好